應該是差不多 這一棵樹為什麼要穿裙子 因為動物會剝它的樹皮 人類會剝它的樹皮 樹皮裡頭有一個很重要 不會叫韌皮布 那這種皮布被它破壞掉 這棵樹養分送不下來 它就會餓死掉 那我們的工作人員真的很白目 這棵樹是傷害 它給它釘在它身上 樹皮破壞掉你們當笑話聽就好了 我們住在都市裡頭 要有一個車位很困難 車子開出去很怕這個位置被人家站走 家裡有盆栽就會端出來 下次有碰到這種鄰居請你不要跟他生氣 我教你這一招實在太好用了 雖然叫做見招 拿個美工刀給它環狀剝皮 保證這顆盆栽一個禮拜就會掛掉 可是前提一定要注意附近有沒有監視器 聽聽就好不要模仿 最近我深深的感覺當台灣人的驕傲 我們既然會破壞 國際級ATM的洗錢案 不是我們的警察很厲害 是台灣有很多很多的監視器 接下來我要讓各位聞一下 我們叫做檜木精油的味道 我們聞了檜木精油以後 對人體可以放鬆你的自立神經 那現在歐美日本這種先進國家 在平地治不好的病殺不死的細菌 他們叫做轉地療法 來到這種中海拔的真葉林 因為這裡的分多精會殺死 平地殺不死的細菌 那現在市售的檜木精油 幾乎都是沒有很純的 因為它可以香很久 那真正的檜木精油 只能香三分鐘 因為它會跟空氣就氧化掉了 就要讓各位聞一下 什麼叫做檜木精油的味道 只有這個地方有 用你的大拇指搓 用大拇指搓 搓多久 一下子就好了 其他的地方都沒有 只有那個地方有 真的耶 真的嗎 來看看 哇好香啊 搓一下 香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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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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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抬頭看一下 這個葉子是菱形的葉子 剛剛休息的地方有介紹昆蘭樹 會開綠色的花沒有花瓣 它又叫做活化石 為什麼 因為它的祖先跟恐龍同時期 現在恐龍一直都不剩要看化石 它的後代還活得好好的 所以我們稱它為活的化石 那講到恐龍我要問個問題 我們考古學家說 在台灣的地底下 挖出恐龍的化石 你們認為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 恐龍在6500萬年前就截滅掉 台灣只有200萬歲到600萬歲 跟恐龍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全世界只有日本跟台灣有 這種昆蘭數 日本小中台灣是最大中 因為日本有這種數 所以我們專家寫者在研究說 千百萬年前塊木如何 從地球高維度南千到台灣 他們判斷是從北美洲 經過日本再從日本經過台灣 所以中國大陸並沒有塊木這個數中 因為在冰河時期他們都截滅掉了 那冰河退了 這種來到台灣的高維度的生物 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他跟著冰河北退回到他的故鄉 另一條就是往高山走 那我們都知道台灣有很高的山 所以他就存活下來 那中國大陸的南方 並沒有那麼高的山 所以都截滅掉了 好接下來我要考試 答錯了要跟我再走第二千 來這裡有兩顆 剛好一顆紅塊一顆扁駁 哪一顆紅塊哪一顆扁駁 左邊的是扁駁 左邊的是扁駁 右邊的是扁駁 右邊的是扁駁 來 告訴我 小的大的 小的是扁駁 小的扁駁 好 好 答對了 全部逼我再復習一次 一注尋的素味很好 那就是黑暗器 臉部又叫黃塊 來 紅塊打包裝中空 請眼睛仔細看 這兩顆素已經合體了 所以我們稱它為 呼吸素 懂得美食的人 不會吃前手的牛排 懂得愛情的男生 也不會喜諾天堂地久 不在乎天堂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問世間情為何物 我認為是會物 好 來 我們的蘇琪 蘇琪拍的內飲糧 就是在這邊拍的 內飲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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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會物 真的會物 我們看了真的很失望 會出錢情為 情為為 自私會 會物 真的會物 來 這一棟紅塊 為什麼銷成平面 很多遊客告訴我 被雷打的原因之一 有沒有印象 我一開始有介紹 紅塊的材質比較柔軟 臉膜的材質比較硬 硬的柔軟 擠壓在一起 讓油籃會比較擠壓 成這樣 來 我們這一團花會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